所以當日本拿到臺灣医療 西班牙就跟日本在說 這樣我的菲律賓的北部跟臺灣的南部 我們的國際線到底在哪裡 因為清國那個國家對國際法不太了解 所以如果沒有在說這個 所以今天我們巴士海峽的國際線 就是那個時候簽的 兩國那時候簽是用法文簽的 所以臺灣變成為大陸的國家 變成海洋的國家的領土 之後對臺灣的名文當然有很大的改變 但是很重要就是說 對當時的歐洲也好 美國也好 還是整個歐洲所引起的國際局勢 是非常重要 臺灣如果輸於大陸國家的時候 海洋國家的勢力就會進來 所以今天雕仙半島 或是過去的外南 中南半島就是說 海洋的勢力跟大陸的勢力在競爭 所以在競爭的過程就變兩邊 如果剛好勢均立敵就變了一人一半 所以今天南北韓就是這個 局勢的下的三分 那麼臺灣本身呢 如果輸於海洋勢力的時候 我們要變成日本跟美國 甚至跟英國 法國的建政都會發生 所以對臺灣如果要最好 就是在大陸國家 和這個漢友國家的中間 我們本身是一個漢友國家 臺灣本身也是一個東北亞國家 也是一個東南亞國家 所以臺灣的獨立是對全世界的和平 對亞洲的Balance PowerBalance的整個 真好的一個重要 所以今天國際局勢 或是亞洲的這麼亂 很重要是我們臺灣人的極臨 因為我們臺灣人沒有獨立 所以我們要把世界的福祉 我們趕快獨立 謝謝 謝謝 李宗盛教授 他在這麼長時間 讓我們那些對歷史的回憶 到那時候 可能我們現在普通的教育書裡面 都沒有拿到說 臺灣在處理這個 這個中國大陸或是說那時候 清調醫藥 將加進在這個 這個汉油國家的這個 這個黑管 這個系統 所以這個 我們能夠讓我們幫忙 去想說 臺灣這個人動 是當時的歷史的切割 就是這個 港湖戰爭的這個 這個醫藥的發展 這個 我想 我們今天有兩位漁炭人 我想 請請吳智忠教授 好 主席 謝謝 明俊高雄 各位先生 大家好 我今天很高興 來這裡來討論 明俊的 漁炭明俊這篇文章 我想他這篇文章 真的讓我們學到很多 就是在馬關條約那時候 我們臺灣的重要性 但是我有一點 和明俊 沒有什麼意見 沒有什麼一樣 他剛才說 那時候這 fancy 力士不可以改了 有在日本人在講 那時候 那也不錯 那時候 也不是說不錯 就是說 我們現在看起來 也不是太差 其實如果我們比較重心 來看這些事情 其實 其實我們現在要討論馬關條約 那時候的國際干預 因為馬關條約之後 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台灣走越現代化 走越現代化 我想這是很重要的事情 這50年其實對我們台灣影響很大 其實明準很重要 讓我們的一個觀點就是 我們在看自己的國際關係 因為看國際干預 我們能夠以台灣的觀點來看這個事情 所以這點我想是很重要的事情 馬關條約以後 我想對我們最關鍵的就是 第一次有一個政府 全面的統治台灣 以前荷蘭人還是西班牙人 甚至東京王國都一部分 其實都跟南部而已 但是日本是第一次有一個政府 完全控制台灣 所以台灣現在經過 我們記憶一下世界的領土裡面 不是世界的領土裡面 其實在說國際干預 我剛才就說 其實國際干預是我們不能避免的 其實整個歷史到現在 還是看世界 其實不是說 不是說我們 不是說我們 不是說別人干預我們 就是我們去干預別人 一定是這樣 過去的干預當然都是比較是消態 要比較多的領土 但是你要看現在美國 他去什麼去修理亞 因為那個伊斯蘭共和國 但是美國要去修理亞 不是要占人的土地 他現在是為了人道援助 現在其實我們也相當幫助 其實現在在世界來說 這叫做什麼 干預的義務 就是說為了世界比較好 我們會必要去干預 像現在非洲有伊波拉病毒 美國也要派兵去 他一定要 你記憶你如果派兵去就是干預啊 你如果沒有派兵去 那伊波拉病毒走出來 我們台灣都會這樣 都會陷入 所以干預是要看 有什麼樣的干預 我現在要補充的明準說 就是希望說 我們為馬關條約前後來看一下 看台灣 他剛才說的很多觀點很重要 他說剛才說台灣的觀點 還有一個是台灣的重要性 因為我們在台灣 雙雙就忽略說 其實我們台灣真的 很重要 在世界來說 怎麼重要 我再加一個數據 再說一下 其實台灣的強大 我覺得像象徵性的 很多人都忽略 就是東寧王國政經那個時代 有人想到 政經那個時代 對面是什麼 對面是清朝的 清國的康熙的 我們現在每天在看康熙 電視上說 康熙雍正乾隆 康熙是多麼龐大一個王朝 你跟他說多威大多好 屬性也是 說實在 我告訴我們 康熙對照康熙 他就說 東方有一個康熙 西方有什麼 路易十四 我們現在每天說 路易十四 很威大 世界那時候 最有管理的一個國王 康熙是東方 最有管理的一個國王 對不對 但是你不知道 政經 因為1673年到1680年 對康熙 修台 跟他打七年 那不是康熙跟我們打 是我們去打康熙 你看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的總軍 有那麼多 那些武器 我去阿炳時代 我很清楚 他說萬一 他在跟阿炳說不可以獨立 萬一 東方跟我們打 我們只可以撐多少 一禮拜 我們現在整個台灣 國力那麼強 東方跟我們打 我們應該撐一禮拜而已 現在我們就逃亡了 我們的總軍現在都要說 政經 現在中國還不是世界第一 那時候康熙是世界第一 我們把修台打七年 打七年了 打七年了 他就打不完 他就回來了 所以你看我們台灣外國 政經拿回來之後 本來是有本書 要打福利賓的 說我們把福利賓拿起來 但以後 他就奔斷 不然他拿福利賓 不然我們現在可能有一個台灣 福利賓聯合王國 但這都沒效會 我現在就是說 那時候你看台灣外國 可以對中國 世界第一頂的 中國 把修台打七年 那時候 當然那時候 也有我英國的幫忙 他就不會跑給我們 但重要性就是說 我們可以對中國打七年 你看那時候的重要性在那裡 那地緣政治 他剛才明準說我真對 你如果很多人都不忘記說 台灣就是什麼 特兵是最大的幾塊世界的歐亞大陸 更過的是太平洋 我們在中間 你就想什麼 我們是中間那個戰略點 因為現在最大的問題 就是說 你如果把台灣放在中國 我們就邊緣化 你如果說 你腦袋像我們現在的媽的 我跟我們想到中國 我們就像旁邊 但是你如果看世界 我們是中間 以前我們剛剛說 東北亞跟東南亞 我們是中間 我們是最中間 所以你現在就看 你要怎麼看世界 所以剛才說 現在明準說好 就是最大的大陸 跟最大的海洋 不至於台灣也說一件 我們特兵是人口最多的中國 還有美國 美國其實是我們的鄰居 美國的關島 跟東京的距離是2500公里 東京跟高雄 跟台灣2500公里 高雄跟關島還有2500公里 所以美國是我們的鄰居 所以世界第一強 我也在我們這裡 日本也是世界第三經濟強權 也是在我們旁邊 南部還有一個印度 印度也是十幾億的人 所以世界最強的軍事最強的美國 人口最多中國 經濟最多 當然又加美國 加什麼 加日本 還有加印度 你看我們在中間 我們實在說實在 沒有可能去用邊緣化 現在就看我們怎麼操縱我們的革命 當然我們說 甘願做中國的旗子 中國的邊緣化領土 那就叫邊緣化 但要是以我們為中心的話 我們就是世界一個中心 所以這是什麼 這是你們現在現狀可以看 歷史上其實也是一樣 我們知道我們的名字 各個名叫什麼 叫做佛摩沙 不要想到佛摩沙跟我們台灣而已 你知道嗎 現在在阿根廷北部 還有一個什麼 佛摩摩沙省 佛摩沙省 佛摩沙省 他們在佛摩沙省的首都 也叫佛摩摩沙市 不是只有阿根廷有而已 還有巴西沒有佛摩摩沙 其實你打佛摩沙全世界一大堆 但是 現在說到佛摩沙 當然想到巴西 當然想到阿根廷 想到台灣阿 所以是台灣佛摩沙這麼有名 台灣很多城市其實 世界都有關係 比如說 比如說我們 北部有這個三雕教 三雕教是誰來的 叫Santiago Santiago 怎麼說出來 我們知道的是什麼 智力的首都 那在美國Santiago是什麼 喔 在California第二大城 最重要的軍港 所以其實我們這裡的名 都和世界黏著會 其實不是這樣而已 我們那個什麼 台南部有一個什麼 熱蘭遮層 你知道嗎 熱蘭遮層 河南去沾一尊 河南人來這裡叫熱蘭遮層 熱蘭遮層叫什麼 叫Ziland Ziland 你們聽不懂 好 我給他改一下 叫Ziland 還有New Zealand New Zealand New Zealand在哪裡 紐西蘭 其實那個名字是一樣的 Ziland這個名字 由來 那是河南南部有一個姓 叫做Ziland Ziland New York 法國澳洲 美國的病 紐澳洲 新澳洲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們台灣很多名字 和世界都黏著會 所以我們現在 說國際干預 我們要先了解 就是說我們台灣 其實什麼 和世界完全是黏著會 完全是黏著會 所以我剛才說的意思 就是說 先知道我們台灣的重要性 我們知道說 干預其實是一直在發生的事情 發生 馬關條約是什麼 因為馬關條約 是我們第一次 就是說整個台灣 這樣就走向現代化 因為它是本來的線量 各位要說的就是說 台灣其實過期 說實在 我們現在說干預干預 我們也是一直不斷在干預別人 剛才說 我們之前是荷蘭的一部分 還是西班和一部分 我們就干預東南亞 剛才說 那個什麼 在政經東林王國 我們就去干預中國 我們就去打中國 後來我們 清調就是 我們最沒力那時候 跟中國聯合作會 就是我們最沒力那時候 沒有人要插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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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過了等 等到什麼 日本時代 雖然說沒有什麼 日本去打世界 台灣的維基地 打東南亞 我們也在干預別人 說我們自己那時候 你要知道說 我們在中環民國那個時代 就是那個中概石來了 那時候 我們也是聯合國的成員 台灣 只用過一次的否決權 就是聯合國 因為我們是常任理事委員 用否決權 那就是已經五五年了 去否決 蒙古加入聯合國 我們也要干預蒙古 雖然你說 那不是我們 但是都是人 這不可以說 這不是台灣 台灣才的土地 台灣也說 我們也不斷在干預別人 所以這個問題就是說 干預其實一直不斷在發生 一直不斷發生 你去參與其他事務 這是沒有辦法 我們現在是全球化的世界 所以干預 互相干預來干預去 是怎麼樣 是必然的 可是我剛才說的就是說 到二十一世紀 那干預的內容 可能要改變 就是說 不是這個 減量的土地 可能是什麼 關心 還是人道援助 還是為了什麼 為了現在那個 氣候變遷 去插保衛 所以這是我們自己 在未來 可能要輸可 就是說 我們未來 要扮演一個 什麼樣一個角色 就是說 我們到底是什麼 就是說 如果要干預 我們本身是自主 一個國家 那我們要如何 去參與 這個國際事務 所以我要做結論 就是說 無關你是 由歷史來看 台灣的重要性 還是現狀 就是說 你現在 我們周圍都是世界 一等一的強國 所以 不管是歷史外 台灣都有相當的重要性 可是這個重要性 必須於什麼 我們自己這樣彰顯 我們自己的自主性 它才可以凸顯出來 其實我們真的 唯一一次 真的是獨立 自主 除了現在 現在所謂 總法比說的時代 就是東寧王國 那個時代 那是我們唯一一次 以前都說 不就是我們人 不就是 西班人 不就是青雕人 不就是日本人 在過去 我們曾經真的有一次 而且有正常的國際地位 就是東寧王國 那個時代 我就說 我們就干預別人 打中國 打青雅 打到康西 現在走不走 現在為什麼 沒有正常的國際地位 哪一天我們恢復正常的國際地位 大家要了解 以台灣的國力 我們在世界 絕對有什麼 很重要的國際空間 世界不是只有大國的 我說一個例子 說 很多人現在不介意韓國 你看韓國 現在可以做到必須長 你想想 聯合國的秘書長 那位 可能有美國人去做 沒有可能 美國人做中國人反對 如果中國人做美國人反對 法國人做英國人反對 英國人反對 英國人做法國人反對 俄國人做法國人反對 所以一定是一個什麼 中型強權 一定是埃及人 或者瑞典人 沒有一個是中國 強國 所以中型國家一定有它的力量 我們台灣就是最標準的中型國家 我們又沒有韓國人這樣派 我們都比較好人做朋友 所以我們如果一天 可以有正常的國際地位 我們當然這是要極力爭取 在世界來說 我們一定有很重要的地位 這時候我們就要俗課 就是說我們要如何干預 干預整個世界的事物 這是我想在未來要俗課的 以上我的語談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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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說這位 編輪會 這是這個底論會 相當的 這位專家都會 在自己的背景 為自己的背景 來看台灣 在國際上如何 他說台灣如果有法國館 我們就變成說法國館 他說他反對 他反對的一個很重要的論點 說台灣的近台灣和日本的關聯 這非常重要 當然我們是一個市民地 但是我查 通知一個450萬的台灣 日本人多少來這裡 50萬人 這50萬人 譬如說台灣現代化 這九萬種種 他沒有去沾台灣的土地 他沒有去那裡 所以這在世界市民地的歷史裡面 近代化這麼近的一個地方就是台灣 所以不只突然日出財政之後 台灣就算在走這邊已經是現代國家和中國不同 這是世界的市民地歷史裡面 台灣 行不行 和日本的民地衛生醫藥建設 息息相關 所以他剛才在說這個 是 所有的市民地都有他的 他的風陣令的歷史 但是那裡 一個重要的座標就是現代化 當然他 我不要再重複他 他說 台灣 掛在中國之後 才知道台灣這地方 是世界地原政治裡面 非常重要的角色 不是附庸在中國大陸 還是 所以我覺得今天這個討論會 可以說是一個新的開始 我們就要用國中的角度 來看這個大陸的歷史 請多謝主持林台西 和理教授和吳教授 和在座的各位先進和前輩 今天很開心有這個機會 可以來這裡和大家討論 由俄羅斯的角度來看馬關雕用 好理教授 那時候俄羅斯對台灣不清楚 有我們現在開始要說俄文 普京就變成我們的總統 所以我覺得這是我們幸運的地方 其實剛才民進教授在說 說 跟志忠教授說的地原政治 其實地原政治裡面還有一項是地原經濟 因為我們看俄國對 有一個地理的距離 要說台灣對很遠 所以他沒有興趣 另外這點就在台灣 他沒有實際上的地原經濟 沒有經濟利益 有什麼我來講 稍後我們在討論 遼東半島 為什麼俄羅斯很在意 絕對不可以 跟遼東半島 要求清條 不可以跟遼東半島 掛給日本 其實有一個共有的部分 是地原的經濟 在遼東半島有龐大的經濟利益 我稍後在裡面有討論到 我今天的雨潭稿分作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就是 針對李教授那個文章做的討論 但我剛才想到 志忠教授一定說得很少 所以那部分就沒有再用時間去討論 針對我這篇雨潭稿的第二部分 就是以俄羅斯的角度來看馬關教育 這個部分我是用維特伯爵的回憶錄 做我主要的分析討論的內容 為什麼說